看微臣世界,物佛法皮毛 南美巴西,复生在大树干或阴暗湿润的石缝里 中国有引进,各地均有栽培 同大多数仙人掌类植物一样,谢爪兰的经业严重变态成结片,如同螃蟹的腹爪,顾名谢爪兰 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因其适之圣诞节开花,顾又趁之为圣诞仙人掌 谢爪兰长成灌木状,叶状经扁平肥厚,卵圆形,成仙绿色,边缘巨粗巨齿 谢爪兰在一年的生长过程中,会有两次短暂的休眠期 一次在夏季最炎热时,一次在早春开花后,也有两次生长旺盛期 一次在五月中下旬,一次在十月上中旬 花蕾一般在十月中下旬开始形成 经节的顶端往往同时着生二杠三个花蕾,花被两层开张繁卷,花色有淡紫,黄,红,纯白,粉红,橙,蓝和双色等 由于谢爪兰开的花非常漂亮,极具观赏性,是比较常见的家庭绿植 谢爪兰常用千叉,嫁接繁殖 嫁接繁殖真木以仙人掌为好,尤其以牛舌掌为更好 繁殖出来的谢爪兰珠形优美,且真木的根系发达,营养供给好,植株健壮,开花易多 另外,谢爪兰属短日照植物 每天日照8-10小时的条件下,二至三个月即可开花 因此可通过控制光照来调节花期 开花期温度以10-15摄氏度为好,并移置散射光处养护,以延长观赏期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它们的花粉是什么样子的 虽然花粉对于植物的繁衍十分重要,但对于一些花粉过敏者,哮喘患者,过敏性鼻炎患者来说,花粉来无影去无踪,防不胜防,却是它们最头疼的东西 正确判断自己是否得了花粉过敏症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花粉过敏症的体征和症状和普通感冒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,往往容易将花粉过敏症误判为感冒 白吃了很多治疗感冒的药而没有任何效果,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 小编有个朋友就是这样,连续好几年一到春天就无缘无故感冒,扁桃体发炎肿胀 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过敏反应 而是误以为自己的体质太弱,属于易感人群 于是买回来很多板蓝跟冲剂等中药,一到春天就大量的冲泡来喝,效果当然不会好 后来采意识到这是花粉过敏症,改吃抗过敏药以后,那些所谓的感冒症状马上就得到改善 常见的花粉过敏的体征和症状包括 鼻漏和鼻塞,流泪,臭痒,过敏性结膜炎,疾红眼病,打喷嚏,咳嗽,鼻,上饿或咽喉臭痒,眼下方皮肤肿胀,过敏性黑眼圈,鼻后低漏和疲劳等 小编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区别过敏症与感冒的一些简单办法 比如说感冒通常会伴随身体疼痛和低烧,而过敏症一般不会导致发热 感冒时鼻涕的颜色一般为黄色的浓鼻涕,而过敏导致的鼻涕则为稀薄的清涕 还有就是感冒一般持续三至七天就会自行好转,而过敏则会一致持续到过敏原消失为止 如果您实在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得了花粉过敏,或找不到一个有效缓解花粉症症状的方法,不要忘了寻求医生的帮助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频道,喜欢请点赞,关注,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,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,谢谢